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0年8月15日 星期六 有關今天星期六 本身 消息是說 今天中美 會就這個貿易談判 展開一次視像的高峰會議 本來 這次 中美高層是有機會在視像的對話 北京方面 其實對這次的會面是充滿期待的 因為 大家知道 最近中美關係急劇惡化 中方 一直以來都是向美方 拋出橄欖枝 尤其是 崔天海在7月21日接受官媒訪問時 中美兩國近期連對話都沒有 這是很不正常的情況 另外一個就是外長王毅 黃毅在接受官媒採訪的時候就說 現在跟美國可以談 不會脫勾 也不可能脫勾 總之任何時間 只要打給他 他都會接應召 一召就到了 像夜總會小姐一樣 既然是這樣的情況下 這次是突然間中斷 我們看到 老實說 本身就沒有打算那麼快做 但是看到路透社 現在 外面的報紙全部引述路透社的報導 就說 這個 因為這次 推遲會議的主要原因是因為中共高級領導在北大河舉行會議 而這個會議是持續的 所以 這次 視像高峰會議是推遲的 這個絕對是假消息 我可以百分百肯定 是有人 故意是 善料給路透社報導出來 而這個人一定是北京 原因就是 根本這件事的事實是相反的 是美國方面 不再跟他談 因為沒有甚麼好談 如果是貿易談判 又或者是 檢視中方首階段貿易協議的進度 基本上就不需要 你達標就可以了 我不需要跟你檢討 原因是 美國 特朗普總統一早已經說了 現在中國跟他簽100個貿易協議 都無補於事 因為美國已經死了17萬人 而且500萬人確診 那麼大損失 那麼大的人命損失 那麼重要的經濟損失 即使 貿易協議如何重要 都沒有需要談 而美國 是每一天都有制裁 每個禮拜都有不同的制裁措施出台 根本就沒有意思跟你談 所以是美方通知中方 單方面終止 所以中共方面其實就十分之害怕這件事 因為 是唯一的可以有高層對話溝通的平台 都沒有了 美國也不跟你談 這個是整個外交部 整個中南海 整個北戴河會議都很緊張 所以他們 很心急 令到外界 覺得其實是雙方推遲 北戴河會議是甚麼會議 關留學冷事嗎 這個計劃本身是打算是由 中共 國務院副總理 常委也不是 只是普通政治局委員 在8月15日跟美國的貿易代表萊特希澤 以及財政部部長魯欽 進行這個視像會議 這個是半年度的談判 屬於中美貿易協議的條款一部分 其實是審查中美第一階段貿易協議的進展 主要的進展就是看看你中方買了多少大豆 買了多少粟米 所以這次推遲 其實就是美國覺得 根本不需要跟你談任何東西 你買夠就行 買不夠就譴責 或者進一步的行動制裁 完全是不需要跟你談任何東西 現在 美國是關了談判大門 連見面的機會也不給 所以中方才如此害怕 我再跟大家分析北戴河會議 基本上那個會議就是由 退休的那群元老和現在的政治局常委開會 留學這個級數算是甚麼 算是老幾 變了 現在外面的說法 我可以跟大家說 比如說蘋果日報 今天早上看到蘋果日報引述這個老透社的報導 肯定是假的 那麼這個 因為中共 一直以來的媒體 尤其是這個星期的媒體 是對這次的會面 其實是充滿著期待 期待可以跟美國的關係 有一點點緩和跡象 打算透過一次電話 一個視像回議 跟美國報告 我們買了多少大豆 買了多少農產品 又會跟你加碼買石油 我們 是希望 就是通過這個貿易 給你100分 買足了 甚至乎超額完成 希望美國 減少制裁 又或者 是希望 重新進入這個談判場 但是美方的態度很堅定 而且 財政部長也好 貿易代表也好 根本就是 人家已經掌握了你所有的資料 沒有甚麼好談判 而且在制裁方面 也不是貿易代表可以做事 所以根本就是 做這個 全華人也不想 中方是希望透過劉鶴 在這個視像會議上 向美方傳達一些訊息 例如 求和的訊息 但是美方這次 很明顯是堅決反對 堅決否 堅決不讓你有這個機會 我們看到 海內外媒體 對這次的報導 全部都引述路透社 這個我們剛才 說了那麼久 就分析給大家聽 全部是假的 然後 中共在8月 中美會談之前 採購了大量的美國石油 因為本身他以前 跟俄羅斯買開 或是跟伊朗 當然伊朗是被禁運 以及被制裁的 8月 其實是創紀錄 美國 賣了3200萬桶石油去中國 這個數量 以前的平均水平也要高 這個基本上就是 中共向美方釋出善意的一個舉動 這次 情況就是人家彈你中 現在人家彈你中 也不想見你留學 連電話視像會議也不想 這個情況 其實中共是十分之害怕 因為 我們早前做了分析 中共在 北戴河會議 是決定了 三軟三 軟是對美國軟 態度要軟 行事要軟 然後 就是要對西方軟 西方的意思是指歐盟 其實美國現在 基本上等同歐盟 因為美國的舉動 歐盟大部分也要跟 除了德國有一點點不願意 但是不願意也是要跟 而這個情況 中共就是想著可以討好美國 美國甚至乎 是想走回去以前 想著可以回頭 其實事情 是沒有得回頭 這個 中共高層 是不相信這個事實 一直 抱有幻想 覺得 有的跟他買多些大豆 買多些農產品 甚至乎吃油 把俄羅斯那份 加碼去美國買 蝕都沒有所謂 蝕俄羅斯那些 總之 付錢給到夠為止 以為美國這次可以用S兩動解決 美國這次的態度 那麼堅決 使得他們基本上是很錯愕的 北戴河會議 其實現在一直在進行 例如上次 因為北戴河會議進行的途中 這個人大委員長栗戰書也可以出來開一次人大會議 決定香港 立法會議員可以延期 延期多一年 那麼劉鶴的職位比栗戰書更加大嗎 沒有 低級栗戰書 栗戰書是常委之一人大委員長 栗戰書也可以走開 北戴河會議關劉鶴什麼事呢 劉鶴為什麼不可以走開呢 開一個視像會議 基本上在北戴河開都行 要不需要取消呢 要不需要因為北戴河會議取消呢 這個完全是假話 完全是假消息 所以 很明顯 就是中共 一來怕自己冒免 二來 又怕美國那方面不知會怎樣 所以就特意找路透社放這些假消息出來 在這裏愚弄大眾 所以 我見香港的很多媒體都引述路透社的這篇報導 我一定要作出這個 澄清 要大家都清楚這個現實 事實就是劉鶴被彈中 中共現在人家 不要跟你談 這個是 很殘酷的現實 接下來的情況 我們會猜美國 會繼續 丟很多 經濟派 丟很多的 當然貿易已經不是美國最重要的選項 主要經濟派 是要打擊香港的股市 集資能力 這個 其實是 最危險的情況 當然 星期五晚 星期六也沒有 任何大事公佈 這個星期大家都安全 即是香港 股市安全 但是 不保證下個星期 又會有甚麼新措施 所以 我呼籲大家要小心一點 不要 買太多這些資產 尤其是中概股 一民不值的 美團點滴 炒到二百多元 根本一元也不值的股票 做一宗生意事一宗生意的 送外賣有甚麼科技可言 完全沒有任何科技成份的東西 外賣Apps就炒到二百多元一股 炒到過萬億市值 老實說 買那個精神也有問題 現在 他就把全世界洗腦 這些是好東西來的 這些是高科技股 老實說 一個抖音 一個微信 都是沒有任何科技成份的 全世界都做得到的東西來的 根本就是一個垃圾 他是通過壟斷 而可以使得 價值可以炒得那麼高 如果你開放了出去 立即跌到一元也不值騰訊 我告訴你 好了 這節時間說到 你這裏 拜拜 強烈的 被告 壓雨 使人 這裏 疫情 含